总会找到解答 一起走遍天下 我们就是学霸 跟上我的步伐 Let's come together What you waiting for 听权力挥动翅膀飞翔 决定了永远不后退 总会找到解答 一起走遍天下 我们就是学霸 跟上我的步伐 我们就是学霸 学霸 大家晚上好 我是Christina 黄伟轩 学霸这个节目 是以华小六年级学生 为主的竞技意志平台 是由二十年以来 陪伴着无数孩子成长的 有机品牌 VireGrid为你协力赞助的 是 那老师们 家长们 校长们 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小冬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就喊了 智责称霸这个主题 想必就是要 过人才智的小朋友 才能留守到最后这个赛事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立马来看一下 到底小朋友们 到底要如何闯关 才有办法站上这个比赛的擂台呢 今晚是十六进八的比赛 经过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以抽签形式决定对战阵容 第二小学 雪兰的有假动物 必须再也会 每场将会有两所学校参赛者 直接硬碰硬 两强正面交锋 胜出一方 直接抱走每周晋级奖金 两千令吉 并且直接保送到八强冠军 争霸战备战 而无缘出现的一方 也有五百令吉奖励金 以示鼓励 强中更有强中手 没有人是长胜冠军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不需要那么紧张 好的 等我们话先不多说 马上请出第一支队伍亮相 我是叶欣盈 我是余悦 只要正确开启按钮 每个孩子体内所潜藏着 一个神奇的小宇宙 就能激发出强大的力量 这种能量超乎你想象 它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强大 强化我们的能力 去应对所有学习的挑战 掌声给地下战野的同学们 吉他 来 嗨 我是叶欣盈 我是余悦 欣盈跟余悦 我跟你们说 真的是不得了 怎么说 不要看他们小小之将 真的 他们太厉害了 在去年五年级的时候 他们两位都是学校全级第一名 跟第二名的记录保持者 我们的战友们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当然是很乖地在念书 真的吗 那我需要检讨一下 那我们听一下校长有什么话 小对他们来说 是的 好 我 杰尼同学呢 去参加一个山羽的这个讲故事比赛 现场就被叫出来要表现 他也得到很好的成绩 拿到好像是第二第三名 余悦一直以来呢 是在学术性的这个表现呢 是比较特殊的 演讲呢 也有很好的表现 我们希望他在接下来这个表现呢 能够更好 当然比赛我们是有输赢的 就算没有拿到冠军了 但是如果他能够学到东西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经验 好 现在呢 马上邀请兴盈跟女约的对手出场 我是一男一女的鸳鸯组合 我是黄浩泽 我是钟兴盈 爱因斯坦说过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可以囊括整个世界 想象是知识尽快的全员 所以多开阔试验 千万不要束缚和框定自己 让想象力自由地去持平吧 好 马上欢迎宽二华小的同学们 大家好 也是很厉害 也是学霸 真的 那校长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呢 校长 你说 钟敬盈同学引导能力非常强 办事也很果断 去年他也参加了全国少年创意 与设计比赛 也获得了金奖 王浩杰同学领袖的作风 喜欢组装模型 他也把所学的知识发挥在组装模型上 敬盈跟告诀都能够进入16强 可说是可喜可贺 希望能够顺利进入8强 并能在学生群中称霸 加油 加油 好 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可是众所谓先离后兵 我们现在听一下 各自对对手又有什么话想说 好吗 勇一第一 比赛第二 让我们一起加油 那你们有什么想要对对手说的 甲冬地下在野 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真的 两个都是属于温柔派的 是 那事不宜迟 比赛马上开始 马上把同学们请到他们的答题区去 选拔比一比 怎么比 全都在《比赛攻略》里头 当然 比赛来的 攻略一定要有攻略的架势 16强中强赛只需接下三大招 第一关 八方皮库 八种科目组成 提型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 双方瞄准对方 最弱科目水平开打 四道题 各司对策 夺分战略 双方各有两次出题机会 并且可自由选择 弃战还是同步抢分 而答题方只能处于被动状态 强制答题 第二部分 抢答题 双方这回达成共识 共选一科目 以按铃方式抢答五道题 第三部分 思维题 测试参赛者解题思路 最快推导出答案者得20分 当然 答错题一律减5分 第二关 学霸价值观 所谓立德树人 教育以德育为先 才能做个品格兼优的好学霸 八场户外测试 准学霸们全方位能力 第三关 三语演说家 华小学生三语究竟强不强 极致口才了得与否 全在120秒内震撼全场 八方皮库了 一共只有八个科目那么多的 那八方皮库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个字 什么意思 戳着对方的弱点 是 那对方的弱点 对手们真的知道吗 我觉得应该知道吧 况且我们的制作组是很用心的 马上给大家看到 有的就是在学霸比试当中的 两位同学们 通过的这个八角分析图了 那以下的那个呢 就是校内成绩评估的五角分析图 夹洞地杀在野滑小的两名小参赛者 叶欣颖和余悦 从校内评估为主的五角分析图里看 各个科目均表现出色 只不过注重课外常识的学霸比试 也就是八角分析图 则暴露了他们在人文 文学 文化 以及科学方面仍有不足之处 至于对手 新山宽柔二小的同学 钟静宁和黄浩哲 也同样在学霸比试中 泄露了他们的软肋 人文和国文科的水平 似乎有待加强的空间 今晚 双方是否凭借着 掌握竞争对方的优缺点而有所计谋 十六强首场开打的比赛 即将揭开这次的谜团 八方题固的第一个环节 两对同学都有100分的这个比分 八方题其实是可以做选择的 一就是只让对方回答 第二就是双方都回答 可是如果双方都各答对的话 就会各得五分了 换句话说 就是把十分题给分薄了 是 那还有就是八角分析图 只共参考 真正就是要你们一起 怎么去合作分析这个图 然后再做这个方式 真的有点难度 这就是学霸对不对 不要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想了 立马开始 我们有请地上在野发题 古人约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我方决定给宽柔二小来个突袭 选择数学题 我方则采取进攻模式 一起作答 马上有请包房题库锁定 数学题 以下有哪个值比二又四分之三小 有请地上在野跟心酸宽柔二小同时把答案写在平板上 马上给我们看一下你们平板上的答案好吗 是 那心酸宽柔的答案是B 地上在野的答案也是B 二又四分之三是四分之一 但是呢 五分之九呢他们跟四分之一比的话 五分之九是二十分之三十六 四分之一的话是二十分之五十五 所以看起来的话B 五分之九就是比二又四分之三小 如果假作老师的话 我觉得还蛮有魅力的 真的 还蛮爱的教育型的 那地上在野有没有想要解讯你们的答案呢 五分之九呢 刚刚我们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五分之九换为大分数是一又五分之四 然后他就本来就小过二又四分之三 非常聪明 聪明而且很快速 好 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先要恭喜他们 恭喜你们答对了 是 那十分题 两组都答对 意思就是说呢 各自都得五分 现在呢 发题权呢 我们就转让给心山宽柔的朋友们 这题我对很有把握 但是我们觉得对方好像更有把握 我们决定成人之美 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们 好 我们决定让甲冻地杀再也回答 文学文化题 好 题目呢 锁定文学文化题 古代人们怎么称呼对方的妻子 A 令证 B 令堂 C 令爱 地下在野环小加油了哦 我之前有看古装剧 然后他们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时候就是用令证了 如果称呼对方妻子的话 哇 很厉害 很聪明 事实证明 如果可以用智慧来看电视的话 其实也OK 令堂呢 其实是一般像用来称呼对方的母亲啦 令爱呢 就是称呼对方的女儿 正确答案呢 就是答对了 A 令证 所以恭喜获得十分 我觉得宽容二小 到底是真的想要把分数送给他们 还是想要为难他们 真的 因为文学题真的不简单 不简单 其实我很多都不明白也不会 真的 才两题而已 我们都觉得整个局势都很紧张了 真的 大家开始进入比赛的状况了 觉得让大家舒缓一下 是 OK 我们先记一段资讯 对 决定了永远不后退 对 学霸八方题库呢 继续有地杀在野跟宽二小学的对决 这个时候呢 八方题库的发题权呢 再次回到了地杀在野滑小的手中 常年道 一鼓作气 再而摔 三而结 我方决定乘胜追击 不让对手有喘气的机会 我方决定给宽容二小 选择 英文题 再次一起作答 锁定 英文题 好 时间到 我们把答案写上 把答案给翻过来让我们看看咯 两组都答C 都是一样的答案 因为A 4要换出2 然后B的话 We Enjoying 前面要加R 所以C是最正确的 所以第一次要在野环小 要不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能不能选择C呢 因为C看起来没有错误 B是肯定有错误 B是 We enjoy traveling and natural walk 是smoking is dangerous for our health 正确的答案是 A才是正确的 smoking is dangerous for our health 那B为什么会错呢 因为We enjoying traveling and natural walk 应该要把ing去掉 也就是We enjoy traveling and natural walk C I screamed when I saw the cat chased the rat I screamed就是 past tense的意思嘛 然后When I saw the cat chased the rat 因为复数现在是present tense 所以呢这里的chased 应该要拿掉过去式 变成chase或者是chasing 整个句子呢才会是正确的哦 很遗憾就是呢 双方队友呢都答错这个分数 然后呢倒扣5分 好那现在呢轮到宽2 发出公式 你们要选择的科目是什么 读了不如中了 刚刚我看他们回答了文学文化题 感觉他们对这一题很有信心 不过啊 我们决定要给甲要和 甲冻地下再也一起回答 科学题 确定科学题 以下的动物全尺发达 除了A 山猫 B 海豹 C 活马 请 作答 看一下你们答案 A 山猫是有全尺的 因为它是杂食动物 B 海豹它是肉食动物 它也是有全尺 C 它是没有全尺的 你们看过吗 波马 波马其实我也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可是印象中好像是没有全尺的 印象中好像是草食 好 宽乐同学 你们为什么会选C 因为A 是山猫 山猫它是肉食动物 所以应该都是会有 杂食 不好意思 都是应该会有全尺的 B 它是海豹 海豹是肉食的 所以照理来说它是会有全尺的 C 是肯定不会有全尺的 那马上来揭晓这个答案 好 你们都答对了 恭喜 都获得10分 这次拿到5分 分薄了对方的10分 是 恭喜你们 也是因为你们说得对 就是陀马它是草食性的加醋 所以就没有全尺了 太紧张了 四题之后马上要进入今晚的细肉了 也就是我们八方题库的抢答题 对 那你们双方可以讨论一下 你们要选的课目是什么 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讨论了 一共会有5题的 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呢 刚刚挑战过的那个科目呢 其实都被取消了 被取消了 接下来要一起选择的这个科目呢 必须要是刚刚都没有打开过的科目庫 对 所以非常的困难 八方题库的这个抢答题 你们要选的科目是什么 国文 八方题库 锁定 国文题 那答对的得到10分 答错的话也是扣5分 不答也是一样的 国文题的第一题是 题目是 什么 不答对的 什么 来 时间有限 宽容二手 请作答 阿德哈蒂 答对了答案是阿德哈蒂 获得10分 好 不错 不错 开始紧张了是吧 开始有信心了 果然是要抢答对决的时候 才会有那个气氛 是 但没关系 继续加油 假动 来 马上进入第二题 国文题是这样的 本周都必须 八哈润 妈咪咕咕咕咕 什么 若胆 请抢答 第一下再也还小 射巴咕 答案是错的 射咕咕咕 也是错的 快blade挑اذ错了 那就没办法了 是没办法了 正确的答案是 全 belong 平均控制 什么 抢答 来 很快 时间一直在走 好 时间到 没关系 两组都弃选的意思吗 是 正确的答案是 正确的答案是 还有两题 继续加油 一定要抢答 至少可以有哪分的机会 好不好 好 第四题的国文题是这样的 什么 请抢答 宽容二小 Beta 等一下 我先问一下 第三代有环球 对 你们是有失望的 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 你也想要回答这个答案吗 我们也懂这个答案 这就是告诉你说 速度很重要 非常重要 恭喜宽容二小 获得十分 对 Beta 已经答对了 对 好 那马上进入下一题 对 仔细听下一题 是的 本难的玩家吗 我们得了门乎不议 一步 什么 我的答案 突然他们都 抢答 木灯口袋 第三代有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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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一个 不是 有请宽容二小抢答 不答 Beta B Beta B 也不是 双方都答错 所以真正的答案是 Malang Niu 好可惜 没关系 刚才他们都很棒了 好嘞 来到了八方题库的最后一道题 思维题 郭晓东同学 怎么了 请问你知道何谓思维题吗 请讲解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思维题就是要考一下 你的脑细胞连接到底有多好 有多好 真的 脑筋急转弯的意思 是 所以题目也非常非常难 好 在这边跟大家讲解题目是什么 就是在板上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田和田 然后是由24根火柴组成的 你们只要移动 4根火柴 就可以变成一句成语 太难了吧 那当然也要告诉我们的同学们 这一次如果最快答对的朋友们 其实是可以获得20分的 那如果第二组答对的话 就有15分 是的 那比赛马上就开始 思维题讲求的是逻辑思维 常规的正向思维方法是不能臭笑的 你看 地沙再也划小的参赛者 首先排了个一田木田 应该还理不出一个头绪吧 我们玩的都是那些数学的那些火柴题 就是Fixed equation 可是这一次是乘语吗 很突然 那宽娜的同学呢 痴痴地看着24根的火柴 同样也是一筹莫展啊 他们尝试呢把田变成王字 甚至把田的两根火柴抽出来 移成口字 变成了田和王口 可是这个是成语来的吗 就是讲移 都感觉没有一个答案出来 都不是一个成语 双方会不会在这个思维题里 摘了根斗啊 诶 等一等 丽莎在华小那边 于悦同学似乎在田和田这三个字呢 发现了意思线索 什么是日签田啊 我从那个和字拿走了那两个片 就看到签 然后于悦就突然间有那个灵感 她就想到一日签林 这我也不会想到啊 哇 聪明的孩子耶 一个签字就可以把整件事情 给搞清楚了 来来来 把日签田调一调 另外三根火柴加在田字的下边 诶 不就变成了一日签林了吗 好 那我们再重复复习一下题目 田和田总共有24根火柴 从第一个田字边呢 抽出两根树立的火柴 放一根在前方就变成了一日 从和字取出了撇和钠的两根火柴 再加上之前取出的一根 放在最后的田 那字的下方形成一个土字 一日千里就这样呈现出来了 其实要成绩学霸成绩好 是另一回事情 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课外活动 真的 对 那在外面呢 就是要培养这个价值观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啊 而且我们也鼓励同学们呢 除了在就是学术上面呢 成绩要好 要专心之外呢 课外活动如果可以多参与的话 感觉就不一样了 搞不好你的脑会被激发到更厉害的程度呢 这么厉害的任务呢 马上交给我们场外的主持人 有的是丽莎 杨丽莎 想要成为一名全方位的学霸 不单只是要做好学生的本分 也要树立各种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以及世界观俗称三观 所以第一场要测试学霸参赛者 好观念的地点就是这里 学周上阿浪武器式落洞消防级拯救局 只有想办法才会有机会 今天我们就把面前的难题给解决掉 学步退缩 人往往只想出一个办法就会停止思考 今天我们要挑战自己 不成功绝不罢休 努力努力加油加油 我是学霸的外景主持人Lisa 杨丽莎 那四位参赛者经过激烈的棚内比拼之后呢 才那么一丁点的时间就转账户外 就是为了要挑战创这个字 那要当一名全能学霸除了要脑筋赚得快 那当然也要塑造一个高效的创造技能 消防级拯救人员常常在拯救行动中 遇上一些身地险境的伤者或者是难民 当命悬一线的时候 系上救命包的降落伞就是一根救命稻草 今天两对参赛者的任务 就是要制造符合规格的降落伞 而这一场双方比试 有来自金保拉曼大学奖石中震宏 来充当考官在场打分 那透过自制降落伞呢 能够培养学员们敏锐的观察力 然后进而使用一些科学的方法 来解决我们生活上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在这个救生亭里面 摆放着各种有可能制造降落伞的材料 挑战者必须在五分钟内选出七种材料 在限时二十分钟内以创立的方式 制造出一个能够保全一颗鸡蛋 无所谓的降落伞 参赛者总共有两次测试的机会 来决定这一次比赛的胜负 地上在野的两位女参赛者选择的七样材料 分别是万能胶 胶带 纸皮 铁线 塑料瓶 F纸和麻将纸 我们的这个纸呢 是等这个卡包不够的时候 是加进来做extra的 这个两个都是固定的 这个是用来装这个鸡蛋 然后这个是用来当那个闪架 环二参赛者的材料选择则是细麻绳 塑料瓶 塑料袋 缝纫针 木串 万能胶和纸背 这个织是拿来穿我们的这个纸袋的 然后这个绳子是拿来绑的 连接就是跟这个背 还有那个上面那个肩膀这样连接起来的 双方已经摆好驾驶来迎接挑战了 来 让我来问问他们 究竟有多少的信心把握来完成比赛呢 100% 100%那么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 都人要有信心 有十分之实 很好 那第一回合正式开始 双方分秒必争 在第一轮的制作里 每个步骤都小心翼翼地处理着 同时 跨了二的静影一开始就差点 不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幸好鸡蛋没有弯和损伤 否则为战仙败布好一头 吓到我 我觉得单脑出来比较好 糊涂是接二连三发生 这一次轮到浩泽 还好也只不过是虚惊一场 宽二的小朋友们你们要记住 鸡蛋是用来保护的哦 另一边乡地刹在野的参赛者也忙得不可开交 两人分头处理载务器和铁丝的部分 根据考官的观察 不管是铁线还是细麻绳 两组人马都专注在小心度量他们的长度 因为如果长度不一的话 就会影响散地的承开幅度 下降速度就会受到影响 动作快啊 仔细看看静影其实颇有军师的伴 指挥好每个步骤 你都忘了我串一下进去 要样长啊 很快的战务器和细麻绳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只剩下连接的部分而已 相比之下 选用铁丝和纸皮的地刹在野参赛者 似乎在散地的处理上遇上了一些小麻烦 由于材料都太硬太不难处理 还好身旁的校长人援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为了让鸡蛋有更好的防护 宽二的同学打算多加一个杯子来套上载骨器 来缓冲着地食可能引发过大的冲击力 但是可惜啊还没处理妥当 时间就到 时间到 就这样吃 所以一边是采用细麻绳和塑料伞液 而另一边则是采用铁线和纸皮伞液 那这不就是一场钢与楼之间的对决吗 究竟是以钢克揉好一些 它就整个这样泡下去 还是以柔克钢更加符合 降落伞的制作原理呢 装机力太大了 大家都平息期待着这个结果 决定了永远不后退 经过20分钟的制作 现在就是地沙在野划小和宽二两对 第一轮验收结果的时候了 那两组制作的降落伞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先有请我们的萧整员 来给地沙在野的作品做第一次的试验 这个试验会从三层楼高 大概15米高的地方来进行 我们完成了 3 2 1 鸡蛋爆料 很明显 我们所看到就是 这一组地沙在野的鸡蛋 这里就破裂了 那个宽裙水剪得太矮了 那个鸡蛋被爆入了 有点可惜 宽二参赛者制作的降落伞 看起来制作最完整 但他能不能够在第一轮的测试 就一击击中 终结这场比赛呢 三 二 一 第二组的也是破裂了 我们是觉得它掉下来的时候太快了 其实每一项发明都是要经过不断地尝试 才能够在累积的经验当中 过后不断地进步 那我们会给予参赛者第二次的尝试机会 去改良 然后再进行多一次 双方队伍似乎从失败中学习成长 第二次的改良好像有十足的把握了 它下面那个装鸡蛋那地方 可能要包得更严一点 因为它掉下来的时候 它的那个装鸡力太大了 所以它才会裂掉 因为我们都是用很轻很轻的 只有那个厚纸皮是比较重一点 在全部材料里面 独独有偶双方都有相同的想法 那就是保住鸡蛋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事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那个鸡蛋一掉下来就直接碎了 我们就加保护 我们第二次改良就把它上面那个 肌肉就把它做大一点 所以它下来就会慢一点 先来看看地霜在野的这次改良 散意一就用回纸皮 最大的改变就是这个了 我们把那个鸡线换成了锡爽 我们也把白纸换成了针 并以变香宽二突发奇想 添加一个杯子套在载物器上 一行要把在改良的时候把它做得更好 以确保它是完整的 下来的时候第二轮 这仿佛是多了一个盔甲来保护鸡蛋 我想他们应该是想要缓冲着地时的冲击力 那这算不算是一个聪明的角色呢 经过改造之后 究竟他们能不能成功呢 我们马上去验收成果 先来看地霜在野组的 先生 我们准备了 三 二 一 来 钟晨 你看下一个 有报吗 有 都报吗 破裂了 这边 他们的鸡蛋破裂了 有一些些破裂 我觉得第二个比第一个的好 很多 可是还是破了 如果可以再多一次改良的话 我们会把那个瓦刃子改成 那个塑料袋 因为更轻 更好漂 其实在鸡蛋方面 他们也有做了一些改良 所以我们留意到它下降的时候 它速度稍微比较慢了 然后它的冲击力也没有那么强 虽然最后还是破了 但它破裂的那个程度 跟先前比较起来 是相差很多的 那接下来宽二的加倍防护 策略上成立吗 其实它拿上去的时候 是有一点小紧张的 但是它一上去咬过 我就认为应该是可以了 有信心 可以 完整 完好无损 恭喜你们 你可以看到它就在鸡蛋的底层 就加上了一些纸张 然后在底部再用那个万能胶 把那个纸杯加上去 就形成了一个防护垫 类似这样的一个作用 你看 看看好 所以 所以 可以告诉我们 什么方法 最正确的 做成立的 做成立的 好的 做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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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会太强烈 它会不会太强烈 没错 降落伞的基本原理 就是利用空气阻力缓冲物体落地的时间 使降落物体减速下降 频繁落地 那物体坠落的时候 如果空气阻力小 那降落的速度就会越大 反之空气阻力大 那降落的速度就会减慢了 所以越大的闪面积下降时 就会产生越大的空气阻力了 所以小朋友们 你们可要记住这个技巧跟制作原理了 好 好 不要放弃 我们下一回合再见 加油 加油 今晚的三比一演说这个环节 我们当然是要请来重量级的人马 由我们的评委评审团 欢迎评审团 请来重量级的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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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除了三位评委 我们还有大众评委 就是我们后面的这十二位 三语演讲家的独中生们 大众评委 零零后的表描者 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 是雪龙区独中生 也是中学级别的三语演说家 每天早上的独中生 演说能者 能变也能评 他们对吸引声音变化 表情的演绎和手势应用 都有一定的要求 这个时候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下 刚刚我们十二位的大众评委 前面还有我们三位的评委 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四分 是大众评委的 然后七十六分就是我们三位评委 而且这一关有重点的 三个字 对 关 联 物 去看一下 今晚三语演说家 指定主题是小老师 学霸第一场赛事 就赋予小参赛者们 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以授课的方式 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简短的两分钟内 参赛者需要用上什么方法 来完美诠释小老师的职责 就是这场三语演说的高难度考验 今晚演说主题指定串联的 三选二关联物也是他们的障碍物 第一样 诸葛亮的羽毛扇 第二样 花中君子 兰花 第三样 美女与野兽 五 四 三 二 三 二 三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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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学习 学习 有没有你们看什么 三 三 二 三 45-四 三 5 到底还要学习 高耀 enfasi 尤其是 河大王 很惨 在善选上 人家 善选上 老婆 老婆 最大的 疗 是 为什么 是 杨贼 外公 人家 是 娃娃 是 和 人家 We all know the storyline,but do they really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Who knows the curse still remains in the beast? Wow!It sounds unbelievable! In my opinion,someone told nonsense! I don't know,you better ask the beauty and the beast to reveal the truth. It seems like the ugly one unfortunately inherited the genetics from her father. Poor girl! But as the idiom says,sometimes misfortune is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n order to compensate her,the mighty God gives her great wisdom. 看来孔明和蝗蟲女是中国版的美女与野兽, 只不过是角色兑换而已。 好了,我们赶紧回来说说关于耳毛扇的典故吧。 诸葛孔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是她太容易把喜怒哀乐写在脸上了。 为了避免丈夫脸上的表情被别人察觉, 蝗蟲女就做了把耳毛扇送给丈夫。 哦,我明白了,这样敌人就猜不透她在想什么。 南瓜每当孔明,思考问题时就会很自然地把扇子挡在脸前。 谢谢。 学霸冠军人马将赢得八度空间奖励15000令吉作为学校发展基金, 亚军3000令吉,季军2000令吉,以及第四名500令吉。 此外,所有参赛者每人将获得BioGreen赞助奖品及嘉许文凭一份。 之后要邀请。 只差一份了,宽容二孝。 三、二、三、二、三、二 嗨, Selamat pagi. Saya Cikgu Chong. 嗨, Selamat pagi. Saya Cikgu Eng. Hari ini, kita akan belajar tajuk Antonim. 你懂 apa itu Antonim? Antonim bermaksud, 是一句拼命。 我们来看看例子。 好,我开始了。 小, 大, 大, 我开始是练乱, 这爬的、 接下来, 教我们做笼幅, 好, 好,我一块的鼻 profesional, 硬ated, 我是一位女生长, 我是伙伴 tagged, 我是三位白 D Arriこと, 我是一位小子折松, 我是那位黄黄只者小会。 I'm a beauty What? I'm a beast? From now, I'm Miss Beauty So, I'm Mr. Beast I'm an obedient Miss Beauty I'm a naughty Mr. Beast Go gaga, go gaga It's very hot today It's very cold today What are you doing? Tian qi r e r e Wu yong zhe jhu ge liang de yu shan 太凉快了 那么,你又在做什么呢? 天气冷啊 我用这周一的披风啊 太暖和了 我摇洞 停止 我继续摇洞 请停止 我再摇 天哪 弟啊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美女老师啊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野兽老师啊 我输了 我赢了 同学们明白了吗 这就是今天要学的反义词 他们只差一分的这个差距 就是190分跟189分 对 也就是说暂时 这个时刻 暂时落后的宽柔恶小 只需要拿多一分以上 就可以了 那我们交给就是 我们的后面的大众评委 第一排的 请举牌 新山 宽柔恶小 我取得六分 他们的整个表演看起来是很自然的 比较能够拉住我的心 第二排的 请举牌 也是一样 新山 宽柔恶小 现在又做了八分 第三排的评审 请举牌 其实两队我觉得发音都气骨相当 但是他们演绎的方式 是抓住了我的心 所以我更偏向地杀再也滑小 新山 宽柔恶小 在这里是有三票的 也就是说有六分 地杀再也滑小 有两位嘛 那就是代表说有四分 有四分 对 所以不要灰心 我们还有三位重量级的评审 所以你发生了一些失败 但是你预复得好 所以我喜欢你预复得好 你预复得好 然后你继续的故事 我给你十分钟 我给你十分钟 所以你预复得好 你马上把这个颜复 连误的事实 介绍的内容非常丰富 我怀疑 两分钟这么短的时间 你要给这么重 这么多的内容 你的学长可以吸收吗 这是我提出的质疑 宽柔二校 我这边给的分数是 二十五分 二十五分 好高啊 二十五分 地杀再也划小 我给的是二十三点五分 哇 虽然还挺明显的 就是说这场比赛 对垒了之后 胜出的是 宽柔二校 恭喜 对 恭喜靳盈 还有浩泽 你们很厉害 因为你们帮学校 赢得了两千令吉的发展基金 谢谢 对 那地杀再也 也不要气馁 你们也获得五百令吉的奖金 非常好 非常好 继续加油好不好 真的 不用担心 你跟他有目共睹的 对你们还是有信心的 还是觉得很不错的 好不好 志愿称霸 学霸 谢谢大家 下个新鱼头 谢谢我们再见了 学霸跟上我的步伐 一起赶快长大 不当懵懂的娃 要当一个学霸 只是都在发芽 从未找到简单 一起走遍天下 我们就是学霸 跟上我的步伐 一起赶快长大 不当懵懂的娃 要当一个学霸 只是都在发芽 Let's come together what you're waiting for Let's come together and we change the world 用尽全力追寻你的梦想 尽全力挥动翅膀飞翔 决定了永远不后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你打开 我准备了 你现在是在美国